帳簿你知道嗎 除了李文宗財務部以外 我們期待都沒看過 下個五十年好友李文宗 柯文哲日前在記者會上鞠躬道歉 沒說錯的是關帳的都是同組人 平民媒體最新報導 全案金流他可是都有掌握 以柯文哲一手掌握木可金流 直視大帳房對話全都錄為題 公布他和李文娟LINE對話內容 曾問李文娟某媒體大亨的一百萬元 處理進度 食品廠負責人五十萬元 到新故鄉的帳戶 哪一些從木可公司支出 哪一些從選舉剩餘款支出 這些我在找你討論 對話中還要求李文娟 兩個月內告訴他 關於眾望木可 以及新故鄉基金會 有多少錢可以用 法官依此認定 帳戶金流支配都掌握的據信民意 而並非柯文哲之前宣稱的都不知情 恐怕就是柯文哲 有完全金流的裁決權 柯文哲從這個上個月 八月六號開始 每一天都說謊 把所有的鍋推給他自己 認識五十年的好同學李文綜 我覺得真的是太可惡了 柯文哲IP謊話連篇 而李文娟被約談時 也坦言哥哥李文綜 是木可實際負責人 加上木可曾回一筆四百多萬 捐款到柯文哲私人戶頭 民意雖是肖像使用權 但是否從銷售競選小物 獲取個人利益也都成為追查重點 無法自變的狀況之下 很多事情我們也無法向他求證 有沒有違反這個偵查不公開 官司纏身 柯文哲善用刺原刀 切割自保 但無情的性格 空觸怒全案關鍵角色 李文綜不再隱忍